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何况 你也不可能瞒着简少盒一辈子 你是打算一辈子不见简少盒吗 我 下次简少盒再问你 不准再带江如许回去 你明明有老公 为什么不明正言顺地带着你老公回去 顾景南的声音有些沉 对于这件事 他还是很不安 这件事情我会解决 你不要再擅自做主 听到没有 听到了 顾景南知道 简未然藏的心思也没有继续追问 牵着简未然的手朝着房间外走去 江如许的事被顾景南掀了一夜 简未然也聪明地不会再提 晚餐仍然还是顾景南亲自做的 夜越来越沉 但是却少了之前的压抑 多了几分的温柔和浅全 顾景南看着怀中的小姑娘 笑着拥着她一起入眠 等简未然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日晒三干 顾景南的位置早就没了人 管家像是能够感应到简未然醒白一样 敲了敲门得到允许后推门而入 夫人 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你收拾完就能出来用餐了 司机也准备好送您去产检 好 简未然还没来得及开口 管家已经一把一眼地说着 顾总已经交代过了 他来得及的话就去医院陪着您产检 如果来不及的话 他会让司机把您送到顾市 中午的时候和您一起吃饭 管家把顾景南的话 原封不动地告诉了简未然 等简未然收拾好 离开别墅的时间 简未然忍不住想给顾景南打电话 可意外的是 顾景南的手机却始终没有人接听 简未然眉头飞正 收起手机 简未然没再给顾景南打回去 在马带那么几天 顾景南恐怕堆积的工作不是一点两点 顾景南那么样的工作狂 为了满足他的那点小愿望 已经放下了工作 他不能再在这个时候再打扰他了 一直到司机把车子停靠在医院 简未然才下了车朝着医院内走去 送晚心看着主动来找自己的顾景南 说不出的惊喜 但是表面他却始终凉着一张脸架子十足 你来找我又是为了简未然的事情 我说了 这件事没有逆转的可能 顾景南没说话 还是为了马带简未然丢下永迟的事情 哼 那可是顾总让我放手的 我只是很听顾总的话松了手而已 从头到尾 他都把这件事情怪罪在顾景南的身上 而现在 在送晚心看来 顾景南能这么主动的出现在自己面前 除了减费什么的事情 就再没有其他可能了 晚心 什么时候你变得这么心狠少了 变得这么不可理喻了 你说什么 我真的不愿意相信 不愿意相信你会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事实却让我不得不信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件事情他做得天衣无缝 绝对不可能出现任何问题 那些警察都没能找到任何证据 更何况是顾景南 不能自己吓自己 我最后问你一次 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多人看见的事实 难道你还要反扰我一口吗 宋万心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你以为你做得天衣无缝 你以为没人看见 这是证据 你自己好好看看 再来和我说 你从来没做过 宋万心在看到顾景南 把数据卡放进读卡器 他之前的冷静完全发解 电脑声很快就出现了那天的画面 以五一时的还原了 宋万心的咄咄逼人 简未然的冷静 一直到最后 宋万心伸手拿起剪刀 放到简未然的手中 再狠狠地刺到自己的身上 这样的画面不断地循环不放着 宋万心 不要再打简未然的主意 一次都不要再对简未然 有任何想法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你应该很清楚 这个证据如果曝光 你面临的会是什么 我不想逼你 你也不要逼我 顾景南面无表情地说着 我和你早在五年前 你离开云城开始时就结束了 五年后 我们也不可能在一起 我要再四处去造谣 简未然是第三者 宋万心 不要逼着我彻底把你拉黑 永远不再见你 我欠你的 那是我的事 而非是简未然的事情 只要是再涉及到简未然 我绝对不会心自手软 顾景南的话里 没有一丝玩笑的惩犯 景南 你听我说 不是这样的 不是 顾景南却没有再理会 宋万心的意思 宋万心的手紧紧地抱着 顾景南的小腿 顾景南的声音越来越沉 放手 不要 我不放 宋万心哭喊着 你不要离开我 景南 你不要离开我 真的不是这样的 就在这个时候 公寓的门传来转动的声音 傅恒在看着宋万心和顾景南的模样 她的眉头飞皱 而顾景南也在第一时间推开了宋万心 宋万心的脑袋重重地撞在了茶几上 好痛 顾景南 你到底在做什么 顾景南看看傅恒 口气冷淡 你好好看看 宋万心做了什么 再来和我说 傅恒直接看向了不断重复播放的电脑屏幕 然后脸色也跟着变了变 而顾景南却一句话都不说 头颖不回的就直接走出了公寓 万心 你 傅恒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 这个事情太出乎他的预料 他真的没想到 万心竟然会做这样的事情 不是他 不是他 傅恒还来不及说什么的时候 宋万心已经冲了出去 不要再跟着我了宋万心 不要再让我听到你的任何一句诡辩 我现在不想看见你 景南 听我解释 我只信事实 别的我一概不信 听我说 好不好 宋万心 不要再干涉我和景伟然的一切 我和景伟然不可能离婚 这辈子下辈子都不可能 你 他的话还没说完 宋万心的脸色依旧变了 纤细的深情都开始微微的颤抖 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这是我的承诺 但是你永远就只能是妹妹的身份 再不可能有任何的逾越 若是预悦 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再见你 遍体门再一次缓缓关上 宋万心 你总恨我是不是 你也觉得我恶心是不是 我竟然能做出这种事情 是不是 是我做的那又如何 我就连这样都不能留住他 我还能做什么 不 我要去找他 我要去找他 我真的不甘心 不甘心 我心 他想追上去 但是想了想 最终停留在了原地 沉默许久 傅恒只是派人看着宋万心 然后转身 离开了宋万心的公寓 宋万心坐着出租车 在故事集团的门口 追上顾景安 他不顾一切地 拦下了顾景安的车 顾景安的脸色阴沉 连下车都没有直接 让宝群把人带走 请的 宋万心 失声尖叫着 虽然面无表情 顾景安还是挥手 失忆宝群 松开宋万心 而后 从容不迫地下了车 宋万心 不要再和我解释了 也不要再缠着我 我不想景卫然 再误会我和你之间的关系 景卫然对你这么重要 甚至超越了顾家和景家之间的仇恨吗 你也不在意 景少和对顾家做了什么 仍然要职业和景卫然在一起吗 是 这个问题 我记得我已经给过你答案了 景家和顾家是上一辈的事情 上一辈的恩怨 我不想影响到我和景卫然的感情 如果没别的事情的话 你请回去 顾景南说得直见 摆明了 已经不想再和松万心交谈了 就在这个时候 顾景南神色一变 他看到一辆熟悉的座架 缓缓驶过来 那是今天送检未然去产检的车